嗨,各位小財神,今天都好嗎?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這個台新的阿狗狗信用卡 它的優惠呢,在2020年終於做了這所謂的權益提升 那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到底又有什麼好康可以A,是否有什麼陷阱 今天我們就用這幾分鐘的影片來跟大家聊聊這個部分好不好 我們趕快往下看 這個是非常可愛的新的卡面,阿狗狗也是我們大人小孩最愛 最喜歡的一個所謂的數位帳戶的領導品牌 本支影片探討呢,第一個問題,雙口卡的權益呢,到底有沒有陷阱 那因為時間長度的關係,我們今天先講阿狗狗,改天再做FlyGO,好嗎? 第二個問題就是,下半年的行動支付審卡 有沒有哪些很不錯的寶可夢整理的幾張,提供給大家參考 這是我們今天會聊到的,所以請大家就是不要轉台,好不好? 我們先開始來講第一個 這個,阿狗狗的權益呢,在6月30號進行了這個權益的升級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卡片真的是很可愛 所以呢,我也在第一時間其實就是 去了解一下說,是怎樣才能夠入手這張卡片呢? 那你現在已經確定就是說,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iCache卡的 那麼你就必須要停卡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這個阿狗狗系列卡片的 不管是悠悠預期卡還是早期的這所謂的子狗卡 你都必須要進行停卡 那麼,卡片完全停光光之後呢,你才能夠在網路上面做加班 那我也非常幸運就是7月1號凌晨申請 然後在7月1號的傍晚6點左右,我就已經收到核卡前訊了 那最快可能下禮拜就會收到卡片,我再來跟大家分享說 這個非常非常令人覺得,喔好可愛的卡片齁 而且會發光喔,台灣這個MIT會發光 到底長什麼樣子,我們就是之後還會再做開箱 那這個是限量1萬卡,如果您自己本身想要入手的話 就要先把之前的卡片停掉才能夠申請 這是每港,就跟大家講 那這一次的阿夠口卡呢,它的權益提升到怎樣的情形呢? 第一個就是網購給你最高6% 這卻有點吸引人了 因為之前的網購差不多像之前Uber大概就是5% 但它現在已經暈落了嘛,變3.8%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覺得,欸 阿夠口卡好像變得更好用了耶 真的是這樣子嗎? 四大綁定支付跟三大網購,也要特別去注意 這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說大家最常使用的 接口,LinePay,拍錢包都有 那卡得利可能大家聊不常用啦 那三大網購的部分 有蝦皮,貓貓跟PC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他們只能夠在周六消費 當然你有方法可以繞過,就稍後再講 那數位生活的部分就是 他們自己指定的這些通路 比如說之前的2%通路 有做了一些權益變更 那麼你如果符合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拿到這個所謂的 0.5加0.5加2,最高就是3% 那這張卡片的話 基本消費無腦1% 也是不錯的 然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官方提出來的最新的優惠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這邊的話呢,這邊簡單的就是 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它詳細的這個情形 這個6%回饋怎麼來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基本的0.5%無上限 所以無腦刷就是0.5 感覺有點低啦 那第二個的話是 你只要綁定Richard的自動扣角帳戶 0.5 然後還有數位加碼2% 這加起來總共就是2.5%的部分 那上限就是只有500啦 這跟之前的玩法差不多 那你要特別注意就是 數位加碼的部分呢 有指定的是哪些平台 這個一定要特別去理解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第三個就是說 它有一個全新的價碼 叫做3% 這個是不用登錄 然後只要 持有這張卡片的人 不論是新卡還是舊卡 也有在全益優惠更新之後 就7月帳單結束之後 8月份到明年1月份 都可以享有這個優惠 所以這部分的話 其實也算是一個Service 就是人人有獎的這個情形 那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是每季上限500 所以我覺得 iCoco它的這個卡片全益 其實更新到現在已經變得 今年度有點複雜 有一點太複雜了 所以你可能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好像很厲害 但是事實上 它是有陷阱的 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是持平的跟大家分享 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當你要去使用這張卡片的時候 趕快這張卡 這支影片拿出來 點出來再看一下 轉到這個時間點 看一下到底自己有沒有犯了這樣子的錯 一定要趕快再去確認一下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聊的是 改表前跟改表後 因為你 會覺得3.5%到6% 好像很厲害 但事實上不是 因為你去看一下這邊的話 國內0.5回饋上限 這是沒有變更的 但是綁定支付給的1% 其實後來變0.5了 所以它其實有降了 所以 之前的話其實你是無腦刷是1.5 但是現在的話 無腦刷只有1%變低了 那數位的部分的話呢 原本是黑一森 但是我把它打成灰色的原因 因為它的數位通路的定義 已經有這個大幅度的更動了 所以你自己本身如果不確定自己的 刷卡交易的通路有沒有負荷 你一定要先回去官網看 甚至像 Apple商店的部分的話 它那個分期已經不給回饋了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 這個特別注意的是 Apple的話一定要整筆刷 才能夠整筆拿到回饋 那第三個話就是說 它有個加碼3% 加碼3%有沒有Mega 有 因為它是每季 上限回饋500 你不覺得這個玩法 就是有點 季式感 有點像是 這個去年這個 CocoCard的9527 有點緩魂 CocoCard的9527也是 比如說兩個月或三個月來計算一起 然後它是在下半年做加碼 然後之後2020年就沒了 那現在的話 我覺得Coco它也是 直接仿照這樣子的做法 來為自己的產品決議做一個 所謂的暫時性的季節性的加碼 但是呢它沒有要做長久的回饋 因為它基本上的話 你剛剛看到它的回饋其實是 有略降了 比之前的權益還要低一點 但是呢它用這個所謂的活動加碼的方式把它包裝成很厲害的卡片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一個所謂的行銷技巧 但是呢這個跟我們消費者沒有關係 重點是 看得到也要吃得到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 那三個重點來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以下陷阱要注意囉 第一個 啊Coco卡的數位同路呢 白名單變少了 所以他們有更新過這所謂的數位同路 不是 就是 阿薩布魯怎麼刷都有 沒有 你還是要去看一下喔 有一些是被排除的喔 好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加碼回饋有上限 剛剛一直提醒大家的 好 第三季有500 第四季有500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你每一個月的帳單刷卡額 尤其是在這個 灌在這個行動支付 或是網購上面的部分 每一季上限是16666元 好 一萬六左右就沒了 好所以 你了不起就是下半天就刷個三萬二吧 三萬三 好 所以你這個部分的話還是要特別去注意喔 不是無腦刷都有 不然你刷太多 你可能 就沒回饋 好就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特別提醒的是 網購並非天天有 他剛剛講到的 Momo嘛 然後PC Home 然後還有這個 蝦皮的部分 好他都是 就是周六才能夠啟動3%的加碼 那有一個 招式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如果你把 那個你的這個 阿公卡卡 綁在這個LinePay上面 進行支付 那麼他就可以 可以繞過這個 所謂的 禮拜六的限制 因為他會以 LinePay來做認定 那就一定是天天都可以拿到 這個所謂的6%的回饋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 網購通路上面 隨便買 隨便爽的話 那你一定要把你的阿公卡 綁在這個 所謂的LinePay裡面 然後你在行動支付 應該說你在網頁上面 網購通過 進行這個消費的時候 記得要使用LinePay支付 這樣才可以 但是其中有一個 還是繞不掉的 就是蝦皮吧 因為蝦皮的話 好像也不能夠用LinePay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部分 是第二個要注意的重點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OK都剛剛都講完了 所以總共是這三點 你就是仔細的看一下 刷卡之前呢 特別來注意一下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的是 下一個重點 登登 2020年下半年 行動支付神卡有哪些呢 我相信這個也是大家 非常非常注意的 好 那我在這邊的話 簡單粗略的提供 三張信用卡 然後讓大家來討論 那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講到的 台信阿哥哥卡 你在這個接口 然後還有這個 所謂的LinePay上面呢 綁定台信阿哥哥卡 都可以拿到6%的回饋 但是注意每一機上限加碼 這個3%的部分 只有500 刷16666元 就封頂了 所以也不能太無腦刷 因為都還是有回饋上限的部分 好 提供給大家參考 第二張的話呢 是最近很夯的 永鋒必備卡 它在7月1號以後呢 這個產品權益 正式提升成 你只要持有這張卡片 綁定在ApplePay 然後這個什麼 GooglePay SansomPay等這些 好幾個很重要的Pay 包括還有這個 在我們的接口 然後還有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LinePay上面 一樣 都是有拿到5%的加碼 每個月上限是600 所以它這個回饋 幅度其實是蠻高的 因為它不是每一季喔 它是每一個月都給你300 每個月都給你600 也就是說往回除 你大概是刷12000以內 都可以拿到這個5%的加碼 那當然卡片的基本權益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 所謂的超會或董會的部分的話呢 你其實也是可以拿到最低1% 所以加起來就是6% 但是如果你有買到 8萬等值台幣的外幣 或者是20萬等值台幣的外幣 那麼你的回饋率 就可以再往上飆升到最高8%回饋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去 努力往這個方向去存錢換會的部分 因為你的回饋率會變得很好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把它拿來做投資啦 那你想要了解這個怎麼靠幣貝卡做投資 可以看下面的我們的這個 副言欄的部分 這個資訊欄的部分 我把它連結放上去 去了解一下 與其花費不如拿來投資 所以這次幣貝卡 我個人很喜歡一個特性 參考一下 最後的話是張宜買樂卡 張宜買樂卡在每個月1號 早上9點要進行搶燈 那只有7000個名額可以搶到 搶到可以拿到7%加碼 那這個的話呢 這個實驗證明 7月1號早上9點到11點42分 兩個小時內就會額滿了 所以如果你下個月要來搶燈的話 一定要在第一時間裡面瘋狂搶燈 那我自己等了50分鐘我才登到 所以這個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喔 那它每個月上限只有150 所以就是回推就是大家刷2400 就封頂了 所以它的這個上限的天花板也是蠻低的 但是呢 就是 不是那麼順手說我放第三個順位 就是提供這三張卡片 台信阿狗狗 永鋒必備卡 跟張宜買的卡 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希望今天的影片內容 能夠讓你對這個阿狗狗卡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然後再來就是 數位的這個相關的行動支付 到底要用哪一張卡片呢 其實今天也提供了三張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來說有幫助 歡迎你趕快來訂閱寶可夢的頻道 然後趕快小鈴鐺開起來 按個讚 留言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行動支付 省錢的奧秘 好嗎 好 那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欸? 欸?